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,王一博是一个好孩子,有则改过,无则加冕,其自治臣妾,可谓学以致用。 想着2019年7月,王一博为游字道歉,最后才发现,并非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声对不起,但有个错别字,有一句话没记错,冲浪多年,他是唯一一位因写错字而道歉的艺人,错了的艺人,光是在我这里见过的就是一手十个数不完,但是由于王一博他道歉了,所以,大家只记得他写错了错字,好像因为他道歉了,他反而成了被记忆最深刻的那个人。 不过没关系,足够勇敢,大度地回答,像孩子一般明朗简单,但又有多少成年人,没有勇气和磊落呢?一直觉得,坦诚和诚实,或许可以让人的道路变得更平坦,但至少永远不会走错一条路。 我爱活着的灵魂,本是一个真诚勇敢,他是有担当的人,他不但勇敢地承认错误,他还会默默地把这件事做好,在你看不见的地方,不断学习进步,并非人人都有勇气说抱歉。 当你是懦夫时,别人的勇敢是否就是罪过,只是让你丢脸,罪门心虚,王一博难能可贵,他真是个孤单。